賽斯應該幾例好啊 可是今天是第四天賽斯 你覺得球員會有疲態嗎 高中生應該幾年都蠻好的 可是還是應該會稍微疲憊一點 所以賽斯往後延 可是現在也是順利可以來開放觀眾入場 把台東高中馬上投進了一顆三分球 這也是他們招牌的武器 超級 基隆海市 的防守 他們現在基隆海市是守什麼樣的防守呢 哇 一沒注意台東高中已經打出一波10比0的攻勢了 對 基隆海市是不是在防守需要做一些調整 是 失誤蠻多的 需要趕快調整一下 哇很快又傳到籃下了 兩分 真的蠻快的 今天他們三分似乎還沒開張喔 但他們光靠反快攻就已經 現在目前領先對手蠻多分 對 台東高中今年比較可疑是他們的三分 相較於去年沒那麼穩定 喔 終於 基隆來一個反快攻了 對 基隆需要這樣子 每一波真的是蠻多位球員都會摸到球的 參與進攻 漂亮的外線喔 喔 只是一個三根球 哇 又來一個失誤 對 這球比較可惜 哇 好球 尤其這種比較像非受獲勝的失誤喔 對方也沒有壓迫你 那自己傳球的失誤就比較 真的非常傷啊 哇 這球漂亮 可以 打粗的 而且 台東高中其實在無球跑動裡做的蠻好的 對 六煙就溜到籃下 喔 好球 靠個人能力單打取分 是 又是六號的陳語翰 這幾波的防守都蠻成功的 是 可以 我今天再把他比分拉近一點喔 哇 可惜 說著說著又失誤了 是 而且失誤就要被打這種快攻啊 這樣就很難受 這次台東高中的節奏 是啊 其實在第二節有 新龍海是有好一點的 對 慢慢打出他們的風格 節奏 看下半場他們可不可以繼續 把騎士拉回來了 對 其實也不用管分差 就一球一球的打 對 好球 強這球終於用進去優勢來打球啦 但其實對上台東高中他們在 身材是有優勢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要看隊型來 轉換正式 不能就一昧用同一個打法打到什麼 對 除非是真的像台東高中這樣 空檔 沒什麼選擇 好球 就比分就會被追上來 他們還是拿他們擅長的超級的反快攻 幾分啊 是 把分數繼續維持喔 也會慢慢把 差距拉到十分內喔 好球 好球 這球好球 好球 就是要小組配合啊 是 一樣是繼續做進去的強勢攻擊 出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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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是 我們 外線真的是 要好好多投一點 可能平常投的不夠多 哇 成了籃下 有了 有了 進攻了 外線出走 轉了 喔 台中要打出他們快攻了嗎 對 終於有了 這樣就對了 台中高中就是要打這種 等有點久了 是 喔 這才是他們的節奏 對 希望能把他們信心打出來 欸哇 腳上加一 身材看起來也比較好 比較 強壯一點 嗯 所以剛剛可以做抗門 腳步腳步 有了 追求有了 進攻籃板被這張搶下來很可惜 喔這球 好球 夢幻步法 夢幻腳步嗎 嗯 然後台中再拖延一個時間 西海看起來是沒什麼機會 對 現在 防守就要再施壓一點了 哇 跟莫傑直接來三顆三分球 是 不過還是要小心不要受傷 對 其實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對 而且已經是 贏的情況下 對 好那本場比賽終了 恭喜台中高中以 72比59分 拿下了本場比賽的勝利